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重庆方面发来一封密电 得知代号叫熟帝皇的军统特工 已经成功打入特工总部 归零计划就在行动处档案室里藏着 我计划近日实施盗取 你想想办法查清楚他们两个的底细 要想让他查下去 首先得先出拜你 那他会不会怀疑这一切是我们干的 会 有人给我写的封告密信 你会怎么办 私下勾结 图谋不轨 因为你上次说 你见我一回就打我一回 对啊 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呢 我今天手上没有花嘛 用什么打你啊 我用水 逗你的 李小姐 你能帮我个忙吗 什么忙 我姐姐她不知道我在帮日本人做事 我也不知道你干吗的 好 谢谢 谢谢 你这算是兴师问罪啊 你说呢 赶紧给我点钱 像打发叫花子一样把我打发走 这样你就安心了 谦虚了 老毕 老毕 咱们要这么聊的话 那就没什么意思了 恼羞成怒 你要不要来一点大行伺候 看能不能取打成招啊 我真不知道你是天生会演戏 还是真的没心没肺 老毕 你真的太不容易了 我是不容易 整天领着一群狼在这里讨生活 表面上看着挺风光 人人都很羡慕我 指不定哪天我突然倒了围了 还指不定有多少人跟着落井下石 所以你谁也不相信 整天忙 不忙别的就忙着算计 骂我是吧 我是你的话我也这么做 否则哪一天不算计 就被别人给算计了 你会不会算计我 我说不会你信吗 如果哪天我真的算计你了 你会怎么办 亲兄弟兵算长 大行伺候 取大成招 exp Gandalf 好吃吗 好吃啊苏姐 像我妈妈做的 那就好 小楠老家哪里的呀 浙江绿星 哦 家里还有什么人哪 没了 哦 姐你吃饭怎么那么多话呢 不是 其实我们家呀 也好不到哪里去 这杀千刀的日本鬼子 杀了我男人 最后连我五岁的儿子 都没放过 出生 对不起啊 苏姐 苏姐 勾起你伤心往事了 没事 没事 这年头啊 谁家 还没有一两桩伤心事啊 我们活着的人 还不得继续过吗 行了 姐 那个吃饭受点开心的啊 多吃点 对 对 小南不是说 姐做的饭 像你妈妈做的口味吗 那以后常来 姐做给你吃啊 好啊 谢谢苏姐 你对我真好 赶紧招呼吃菜呀 不用我自己来 鱼 吃鱼啊 赶紧夹菜 看来啊 北拱天下不乱的人还真不少 你猜猜这封信谁写的 你猜猜这封信谁写的 不是李墨群就是苏三行 理由呢 上一次我们摆了苏三行一道 他回去一琢磨 肯定知道是咱们联手给他下的套 这次他学乖了 暗地里丢个炸弹 想让我们自乱阵脚 黎坚军 你跟徐碧城平时走得那么近 就没发现点什么呀 他跟唐山海的关系怎么样 最近好像是有点问题 你没听说 唐山海跟刘美娜好上了 两口子现在正在闹别扭呢 那你不是正好有机会 旧情复燃了吗 可拉倒吧 徐碧城是李墨群的外甥女 就你跟李墨群这水火不容的关系 我要是跟他好上了 你还不把我拉去喂狗 那你说 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会不会 本来感情就不好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像唐山海这种穷讲究的公子哥 就算天天在家里吵架 出去也不想丢了面子 这事我看不出来 那就没从李小楠那儿 听到点什么呀 李小楠 我们分手了 小楠 以后有空常来玩啊 嗯 谢谢你啊 苏姐 赶紧回去吧 不用送了 我不送 我不送 又三星送就行了 那我们走啦 再见 哦 再见 回去吧 回去吧 这臭小子 眼光还真不赖 谢谢你啊 谢我什么呀 我接到现在还以为 我还在杀罕奸 那你到底为什么去的 特工总部啊 为了更好地活着 我曾经立志要杀尽天下 所有的汉奸 谁曾想现在自己 成为了别人眼中的汉奸 谁都有自己的苦衷吗 你不讨厌日本人 不讨厌汉奸吗 讨厌有什么用啊 我一个弱女子 什么都做不了 我娘说了 好死不如赖活着 李小姐 你家人呢 死了 一场瘟病 都死了 我因为跟同村的姐妹 来上海打工 所以躲过了一劫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同事天涯沦落人 以后李小姐 你要是有什么事 用得着苏三醒的话 有事直接跟我说 你是 想打我主意吧 我说的对不对 我可是会功夫的 我走了 不用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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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安安 安 我可以走了 你等它 最后一句 就一句啊 第二句我就得收钱了 中共的麻雀又开始行动了 梅机关营索那边 也有情报走漏 说是逮了一个共产党 那个人离死之前 承认自己是麻雀的下线 你不就是麻雀吗 你不会真是李摩俊派来的吧 是不是又要咱们干活了 营索那边刚刚调了两波 电讯真机车来上海 需要我们派两个人过去协助 你从处里挑几个人 培训一下 你真的把我当万金油使了 我什么时候让你吃过亏啊 刚刚一共四句话 除开第一句 其他三句你都得给钱 高汗 冬至吧你 祝我发财 小草 我得回去好好和解和解啊 如果我把你给卖了 我能挣多少钱 如果哪天我真的算起你了 你会怎么办 麻雀再次重现江湖了 这个大名鼎鼎鼎的中共特工 像一个神话 让日本人和汪伟特务机关 胆战心惊 也让陈申有了一种莫名的自豪感 他忽然无比怀念一顾的嫂子 宰相 如果他还活着 一定也会为麻雀的再次胜利而高兴 而他 也不用像如今这样 一个人孤独地坚持战斗 小楠 你说你能来看我 姐姐心里已经很高兴了 我跟你讲啊 下次不许拎东西来 把钞票都给我存起来 多买一点嫁妆 这嫁了人呢 是要自己关门过日子的 晓得吧 怎么了 蓝芝姐 陈申她不要我了 你们 你们俩又怎么了啊 跟我讲 我也不知道 我到底哪里不好 她就是不喜欢我 没有 没有的小楠 你很好的 你相信我啊 你很好 一定是陈申不好 她怎么了 她是不是欺负你了 你告诉我 我去教训她 蓝芝姐 要是我真的没跟陈申在一块 你还认我这个妹子吗 认 你瞎想什么 我肯定认的 我这辈子你这个妹子 我认定了 我告诉你啊 陈申要是欺负你 我可以不认她这个兄弟的 不要难过啊 你说你这样 姐姐心里多难过呀 小楠 我有一个办法 你知不知道 陈申在孤儿院 有一个干儿子叫皮皮呀 她喜欢的嘞 简直就像她亲生儿子一样的 我带你去见她 如果皮皮也喜欢你 那我们都喜欢你 她有什么理由不肯娶你的 干儿子 对呀 我嗯 你还不理解 性厉害 我是 你 我 你 我 这个 你 你 我 来来来 皮皮 我们去喝茶好不好 我们去喝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毕中良并没有告诉陈参那封匿名信的详情 事实上在那封信中告密者就一针见血地指出 陈参可能就是麻雀 而唐山海就是淑地皇 唐山海与徐碧城只是假夫妻 唐山海和陈参已经通过徐碧城的关系结成同盟 在此之前毕中良还认为那只是告密者唯恐天下不乱的推测 但重庆密探金钱报的这封密电 却让毕中良不寒而立 如果匿名信中所推测的一切都是真的 父辈受敌的他将如何应对 培训电讯人员的工作开始了吗 报告赢左将军已经开始了 毕处长 你知道李莫群主任一直对你不满 是有原因的 请赢左将军明示 摧毁军统上海区这件事情你功不可没 可在现期抓捕麻雀的这件事情上 毕处长却迟迟拿不出个好办法 不要说是李主任 就连我都不免会猜想 你毕处长是不是对中共有所怜悯呢 颖左将军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情 麻雀一天不足我也是寝食难安 我怎么可能对他们有同情之心呢 麻雀尚没有抓到 麻雀尚没有抓到 现在又出现了个军统的孰帝皇 毕处长 李主任不止一次跟我建议 要另觅良才顶替你这个处长的位置 可是我都迟迟下不了这个决心 但是毕处长如果还没有建树 我也找不出更好的理由去说服李主任了 毕竟你的行动处是归总部直接管辖的 属下明白 其实我今天来找英左将军您 也正是想要谈谈此事 我已经得到了可靠的消息 说麻雀和淑帝皇都在四季窃取归零计划 连归零计划这种绝密等级的情报 都走漏了消息 看来特工总部的保密工作 做得一点都不好 英左将军请您息怒 归零计划虽然是绝密 但是毕竟设计的人员众多 难免会出现瑕疵 难免会泄露出去 但是我已经有了一个好的计划 我可以引麻雀 还有淑帝皇出来 倒不如让我将计就计 引蛇出头 刘美娜已经相信唐上海了 她打算什么时候动手 山海说上次她在车里 把刘美娜的钥匙偷了之后 刘美娜就一直觉得是自己不小心 弄丢了钥匙 这些日子她就更小心了 所以下手就更难了 肯定 过几天刘美娜的生日 我们商量着 要不把刘美娜约出来 让山海趁机下手 那我们得想一个方法 帮唐上海一把 真的 你现在都不碰她 是 她睡卧室 我睡书房 那她不跟你闹吗 你又不是不知道 徐碧成这个人 清高 爱端着 她不会主动找我闹的 是 哪像我呀 成天就想着怎么讨好你 怎么能让你开心 我当然知道你对我好了 生日快到了吧 想要什么礼物 你怎么知道 我要是想知道的话 还是有办法的 变得挺快啊 以前给老婆买礼物 不得我替你拿主意 可能以前遇到的 不是喜欢的人 如此可教议 喂 是 出座 你觉得 刘美娜这个人怎么样 办事还比较稳当 但是就有点脆脆 不过人还挺聪明的 之前您让我去晨晨办公室 找她工资包那次 还多亏着她 替我打了掩护 别讲了 这种粗重活让我来 陈女展可是咱们行动处的 一枝花呀 多少姑娘想嫁给她 是吗 是 我确定她看到我了 但她没有揭穿我 初总 您找我 来 坐 好 美娜 这些天 重新整理档案室的资料 工作量很大 辛苦你了 不辛苦 应该的 再说啊 还有陈队长帮忙呢 熟人大派事半功倍 之前我还想过 陈深和你 一个男未去 一个女未嫁 我还想着 你们俩一起过个日子呢 陈队长那样 一表人才的男的 盯着他的人可多了 我可守不住 不敢想 唐队长呢 喜欢吗 出座 您跟我开什么玩笑呀 就算 我中意人家唐队长 那唐队长 也是别人家的丈夫 我更不敢想 那最近我看 唐队长往你那里 跑得挺欢的呀 出座 其实唐队长呀 往我那儿跑的男人 几时少过 有没有听到唐队长抱怨过 说徐小姐和陈深的事情啊 这个 跟咱们的工作有关系吗 对啊 岁二说 这个 我还不想找他 想着他 跟这个 我还不想找他 我更感觉 我还不想找我 我还不想找我 我还不想找他 我还不想找个人 我还不想找他 那双冬 这么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次一定去啊 娜姐 下班了 那 你也要出去啊 对 米糕没有几位姑娘 让我到盛级 帮他们去取旗袍 哎呀 陈队长对姑娘们 可真够体贴的呀 对了 我听说你想做一件 跟电影画报一样的旗袍是吧 对呀 但我上周去看了 盛纪没有我想要的面料 我上次去了 他们说有新货到了 是吗 嗯 一起去 好啊 走 走 你想好送刘美娜 什么生日礼物了吗 她喜欢什么我就送什么 你怎么知道她喜欢什么 她和你不一样 她喜欢她自己会告诉我 嗯 陈深说她会带刘美娜 去做一身新的旗袍 让她再过生日那天穿 穿了旗袍她就没办法 把钥匙放在身上 对 陈深就是这么说的 这样她就会把钥匙 放在随身携带的小包里 然后我们找机会 把她的小包拿过来 就能找到 真正荡案式的钥匙 那谁知道那天她穿不穿旗袍 那谁知道那天她穿不穿旗袍 女卫月即折容 她会的 我来的 太太 快到端午了 我还真有点想念老陶家的粽子了 我还真有点想念老陶家的粽子了 可能就没有了耶 盛师傅 你怎么回事啊 上次不是跟你说了吗 粽子到了 给我打电话 你怎么能忘了呢 你看你看你看 对不起啊柳小姐 这几天生意实在是太忙了 我年纪大了 记性不好 顾不过来了 你多多包涵 多多包涵 包涵是可以 但你得给我赶工 我下个礼拜五就要穿 好好好 我尽量赶 尽量赶 什么日子要穿这么漂亮啊 我生日 肯定是穿给某个男人看的 我都二十六了 我还想在二十七岁之前 把自己给嫁出去呢 可不得加把油啊 柳小姐啊 你看看 学员哪种盘扣啊 都还挺好看呢 陈队长 你眼光好 来 帮我挑一个 就这个吧 为什么是它 这个料子已经够华丽了 扣子就没有必要 宣明夺主了 再说了 这扣子最重要的是 方不方便解开 好 盛师傅 就它了 好 那就选它 嗯 我们现在量量子孙吧 好啊 好 出租 三井 怎么还没走啊 今天晚上我值班 这个月的薪水领了没有啊 领过了 谢谢出租关心 生活上如果有什么困难 尽管跟我开口听见了没有 没有任何困难 一切都很好 嗯 下个月就是端午节了 你嫂子包了些粽子 说是拿给手底下的兄弟们吃 到时候让二宝 给你家里送去一些 哎呦 那怎么好意思啊 都是兄弟客气是吗 谢谢初作和太太 三井 别喝了 别喝了 哎呀 你看看我 我平时呢就 就习惯烫一下酒 也没考虑过别人 能不能喝的习惯 别喝了 陷害 这分明就是陷害 苏三井 你太冲动了吧 迎左先生还坐在这里 没想到毕中梁为了对付我 竟然设计了一个这么大的圈套 这举报信寄出去也有些日子了 怎么毕中梁那里没有任何动静 我来了的这些日子已经发现了 毕中梁是那种谁都不会信任的人 别看他表面上不动声色 其实说不定他内心早就有了对策 好 我是苏三井 出座 宵夜 好啊 属下一定到 好啊 嗯 宿队 怎么样了 扔下去的石头总会有水花的 三井啊 此打你来了行动处 还没有真正地为你接风洗尘 而且之前 大家闹了一些不必要的误会 今天这顿饭 一是为你接风 第二 我想向你赔罪 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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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座 应该是三性向您赔罪才是 三性不懂规矩 给您惹了很多的麻烦 出座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三性已经非常感激了 三性先干为敬 来 吃饭 别吃别了 其实我心里也很清楚 你夹在我和李主任中间 有事也很难做 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出座您和李主任 对三性都是有之与之恩的 三性理应为您二位效力 其实大家说白了 都是被日本人效力 知道迎走先生 现在最头疼的是什么吗 请出座明示 麻雀和淑帝皇啊 我一直觉着麻雀和淑帝皇 藏在行动处里面 那毕中良的责任就大了 而且淑帝皇将军已经下命令了 要尽快地抓住这两个人 所以我需要你帮我 我需要你帮我完成这次行动 陈队长和唐队长不参与吗 前几天我收到一封匿名信 上面说陈深有可能是潜伏在这里的麻雀 而唐山海是属地皇 两个人很可能已经打成联盟了 不会吧 真这么看吗 出座您心里面肯定比三性更明白 对 而且还说 他们两个人都在特工总部里面 寻找一份绝密的归零计划 归零计划 这份计划足以让老蒋还有共产党 彻底地瓦解 出座您的意思是 那就把这份计划拿出来嘛 看看有谁想接触到他 谁如果真的对他感兴趣的话 那谁就是麻雀和鼠蹄黄 蝙头哥 今天真是您请客呀 可不 我蝙头虽然没有我们头大喜 但咱也不小气 是吧 咱今儿不吃大白的 咱今儿黄帽饭店 华帽饭店啊 那派头老大了 那派头老大了 蝙头你带钱包了吗 带了 你白天不是跟我说 你钱包被你那明星女朋友 给没收了吗 叔叔呀 非要当我老婆 把我钱包拿走了 我这个人一向对钱 都不是那么看得中 哪去就哪去去 蝙头哥媳妇没进门 就变成气管炎了 是啊 是啊 是的 ning 请不吝点赞 und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了 来 来 来 我们进去 走 嗯 走 这儿干好啊 我去趟厕所 你不会逃单了吧 不会 走了 六号等您 好 行 先生您好 请为几位 新来的 是的 给我六号包箱 不好意思 先生 今天晚上六号包箱 有课了 那重新安排一下 那十二号包箱吧 那十二号包箱吧 那十二号包箱 好 先生 请跟我来 来 三星安 等一下正好 还要接待一个客人 让二宝就先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 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我交代你的事情 务必在陈深 回到行动处之前办好 一定办好 好 三星需要一台窃听器 就从我的小库房里面 拿给它 带他从后面走 是 初总 告辞 好 来 不是六号吗 怎么跑这儿来了 有人 没办法 碰见谁了 没有 服务员正收桌子呢 没人 你 现在看什么 我可以看好 没人 我可以看好 没有人 没有人 有的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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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